是因为中国文化对你来说特别有信念吗 还是你觉得汉字特别有魅力 特别有意思吗 还是什么的 其实都是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 然后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语言 高中的时候我学过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 但是现在可能已经生锈了 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还会讲中文的原因 是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就开始了 然后一直坚持了这个决定 就继续下去 所以当有人问我 你中文讲这么好 你是怎么学的 我一定要说 其实说来话长 但是归根结底 是因为我很多年来都每天都用了中文 然后是循序渐进的学的 一开始我报了一个大学的课程 然后学了很多课别里面的内容 每年的夏天都去了中国 为了提高我的中文的水平 然后中文就成为了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遇到了不知道的词的时候 我查了词点 然后复习了很多次这些单词 我看了一些报纸 看了一些新闻的